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钟翰良在演古傲剧《战神王爷扮相》率出新高度 搭档90后人气小花 小太阳钟翰良是公认的70后国民男神 如今47岁的他帅气依旧,颜值十年如一日 从舞者到歌手再到演员 非科班出身的他却凭借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 出道以来演过多部经典偶像剧 塑造的痴情慕容似少 侠肝易胆腹红血 法学院才子何以琛等角色都很深入人心 接下来钟翰良又带来一部古偶剧《青城易清欢》 化身霸气《战神王爷》 古装造型帅出新高度 搭档小依17岁女主是90后人气小花 《青城易清欢》这部古装甜宠剧的主创团队 实力雄厚,由爱奇艺出品,邵文一担任总制片人 福册新指导,樊晶,蒋丽华,关硕联合编剧 制作人邵文一曾打造过多部古装口碑佳作 福册新与金牌导演丁黑合作 过多部知名影视剧 其中亲爱的自己就是他的代表作 师从丁黑多年也积累了不少指导经验 三位编剧和力打磨剧本,会在原著基础上保留其精髓部分 重新梳理故事情节,将真善美呈现给观众 此外,后期制作团队也很给力 沿用了琉璃的美术指导刘精平 和甄嬛传的造型指导合服装设计师 想必这部新作的品质合服画到都基本稳了 《青城易清欢》的男女主旋角令人惊喜 钟翰良搭档袁冰炎,两位分别是70后 90后高人气实力派演员 且各自都有经典古装代表作傍身 像钟翰良的天涯明月刀锦心似玉 袁冰炎的琉璃等都是备受观众喜爱的口碑爆款剧 这次两位合作可谓强强联合 此外,还有青年偶像谷嘉诚 三十而已中饰演林友友一角出圈的女团爱豆张月 《九五后人气偶像小生》董又林香蜜 中饰演《小仙女》矿路的杜宇晨等 从主角到配角阵容都很亮眼 值得大家期待 《青城易清欢》属于古装穿越题材 改编自年花惹笑的超人气小说 《王的女人水感动》 该剧主要讲述了全清天下的北牧国战神 《九王夜战清城和平行》 《时空穿越而来》的社序实习一生 爱清欢之间出生入死相爱相杀的故事 这部穿越剧的情节深度有内涵 涉及到朝堂权谋之争 江湖侠义 古代残酷的战场 既有儿女情长又有家国大义 让你欲罢不能 钟翰良在《青城易清欢》中饰演大男主战清城 是帝嘉宜孤 北牧战神九王爷 他手握军权 杀法果断 战无不胜 另一众身份是江湖神秘门派天尊门的门主帝无涯 这个身份复杂的角色很考验演员的演技 对于演技炉火纯青的钟翰良来说应该毫无压力 他曾在《锦心四域》中饰演的徐令仪旧是类似征战沙场的将军角色 被他演绎得很传神 从曝光的剧照来看 钟翰良在新剧中的造型一如既往的帅气迷人 看着并娇又霸气 非常符合书中的人设 钟翰良是公认的不老男神 70后的他看上去向80后的人 与小依15岁谈松韵 搭戏默契十足 几乎看不出年龄差距 而这次与小依17岁袁冰岩合作 想必也会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袁冰岩在《倾城易清欢》中饰演女主爱清欢 既是装风卖傻为求自保的凤家嫡女 也是艺术高明的现代穿越女 这个身份多变的人设 对于演技精湛的袁冰岩来说能轻松驾驭 他此前在流离中 一人分饰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 备受观众认可 相信这次也不会让观众失望 钟翰良心古偶剧《倾城易清欢》 再次挑战威武大将军角色 搭档实力小花袁冰岩 演绎古代战神王爷爱上现代锐智神医的甜宠故事 从主创团队到演员阵容都非常给力 再加上大热IP加持 身份多变的人设 感觉又是一部爆款古装剧预定 你期待钟翰良主演的古装剧吗 认为钟翰良和元冰岩饰演情侣有CR感吗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